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为何这家已创业八年的卖家 在疯狂招兵买马、库边团队 求快速最大的深圳跨境行业四年里 居然却指新增40个新人 如何理解Neo所描述的互联网服饰品牌跨境卖家 行业震荡必然要从流量驱动到产严驱动 跨境卖家进行内部突变外部进化时 面临怎么样的内外变革矛盾 如果现在让人家请你说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你们公司 你会怎么描述你们公司 我们公司啊 其实我们会把公司定义两个 包括我们经常跟同事说的 我们会把公司定义为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服装品牌 互联网服装品牌 对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当然一个是服装品牌 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就我们的使命里面 我们愿意里面都会加入这个东西 那这两年之前我们是没有加入互联网这个概念的 那今年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这问题 那就是怎么有差异化 或者不是为了差异化的差异化 只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会坚持电商这个模式 或者直播或者什么虚拟 未来有很多这种数字化的 进阶的东西 那其实我会认为这还是大概概念 也说还是互联网 通过数字化的东西都属于互联网 那这是我们要坚持做的方向 那可能我们不一定去会开什么实体电子 我们是不太可能 从现在规划里面不太可能 只有有钱 对吧 有品牌都可能不太可能 顶多做一些临时的 但是我们觉得互联网这种概念 是我们长期要坚持去做的 在5V时渠道变成了 现在做亚马逊独地战 后来以后可能有TikTok 接着有什么虚拟网站或者等等 Facebook那些等等 又出来新的东西 其实都在我理解里面 这都属于数字化 数字化都属于互联网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一定要问的 就是大家说互联网 互联网服饰卖家 互联网服饰卖家 会不会会 那个话题是这样来的 在我们开始上司派之前 你有问我一个问题 广深现在这两年的卖家朋友们怎么样 可能你有问广深的朋友 其实比较多 广州的包括其他地方 的接触会少一点 我说广州的包括珠三角的卖家 其实总的来说 在过去这大半年还是有稳步增长的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一点 在深圳以外 珠三角的这群卖家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以产品为基础 去做运营 去做迭代的 这个产品有两块 一个可能正是购销回来的 这个是我们传统时说的扑货 另外一种就是他本身是深度参与到 供应链里面去 去做改良迭代的 这个其实跟你们在早年的很像 现在还有第三种去开始他选择 以某一个品的深度去往下挖 我们把第二种和第三种 我们定义为产严卖家 产品研发驱动的卖家 好了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尤其最近这一年 他们都问我同一个问题 他说阿米 你看我以前在平台 在亚马逊 在各个平台 我有流量 平台给我红利物积累了第一桶金了 我现在发现我这种原来的这种 用业务驱动的方式 其实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包括税务合规 包括人用管理 好了 我可以慢慢往产品驱动 产品研发驱动的时候 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真无两头肩 好像当我去专研到产品的研发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反应速度是 慢于我们一些互联网的打法的 这两个事情会不会就是一个矛盾 因为产品的研发 它是有客观的这种规律 当然服装可能会更快一点 但其他一些可能涉及到一些工艺材料 甚至说芯片的一个迭代 我不确定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Fashion类的定位 如果本身你们定位是一些功能款 可能相对来说 你的研发周期会更长 如果是Fashion类的 可能其实在Style上变快 这两个矛盾你们在内部 而且尤其是深圳这么一个讲究 快的时候互联网跟产严 不就是个矛盾体了吗 这则是我们要通互联网的行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做的是互联网的生意 对于我们公司企业来说 我们未来可能三到五年 我们还是会坚持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互联网思维 去开发产品和运营我们的产品 就打方我们后 打方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说 为什么说 国内经常会有句话叫什么 用互联网思维能做中国所有的产品 把所有生意都可以再重做一次 对吧 其实它指的是一个是变成现场的话 第二个就是你获取数据 或者线上的这些电商品牌也好 卖家也好 跟线下的这些真正只做实体的生产的 或者纯线下品牌的 获取的改良的信息 或者客户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线下品牌获取客户信息 阿米跨境是中国跨境出口电商内容服务智库 通过洞察文章 案例视频 行业报告 线下社群等形式被决策者们提供系统商机分析与建议 更多内容请搜索阿米跨境官网